罗东博爱医院启动多元社区医疗服务 深入长寿乡的三星乡委嵌社区 进行健康讲座以及基本的健康筛检 预计将要举办165场的社区健康促进活动 照护民众健康 罗东博爱医院启用社区医疗服务 今年起深入有长寿之乡的三星乡 提供地方民众完善而且多元化的医疗照护 除了健康讲座以及基本的健康筛检之外 今年更首度推出了三大医疗服务 分别为骨质密度检测 软组织超音波以及四项癌症的筛检 以照护宜然乡亲健康 每一公会我们的派计的医生 今天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老大人是有什么更重要的便利 就是三高嘛就是鼓务 血糖会比较高 胆污水比较高 另外就是股道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很强霸全我们的股科 所以陈建宏主任来给大家干社会的股资输送 这口罩就是传心用心告我们大家的心 就是希望大家的乡亲 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会派一个主任的医生 来给大家订阅一个主题 已经是形成一个高龄的老化的社会 所以在老大人的健康的促进方面 健康的促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定 刚刚今天是欢迎我们会议党可以大年再团队 来给我们这个社区 所以我们可以办这个很好的机会 增加我们是老大人的身体种种的健康地心 和我们的骨头现在接着 已经都没有弹性了 平衡度也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会来接受我们博外医院 和医生团队的建议 博外医院社区医疗服务 预计将举办165场的社区健康促进活动 同时今年也新增加三星大影村 大洲村以及伟茜村三个服务据点 将专业的医疗伸入社区 以便早期预防及治疗 为乡亲带来健康幸福的生活 宜蘭新闻记者许世民采访报导